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停下脚步 那就是有了些岁月的 沧桑老歌 唱片转起来 时空在那一刻 变像一个刹车 忽然失了灵 恍惚间啊 人便身在了三四十年代 黯然掠过的旗袍 西服留声剂 又重新回到了眼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首流行于上个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歌曲 《夜上海》 至今仍然有很多的上海人 还能哼上一段 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 影响着一段历史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留声机 播放着一首又一首的感慨 然而有谁会想到 当时流行歌曲的启蒙 竟是从一位年轻的湖南青年 开始的 李锦辉 二十年代来到上海 那时上海的流行音乐 就是情剧 而这个年轻人 创办了歌舞学校 写了很多新儿歌 并开始了新的音乐尝试 因为他以前 创作的一些歌曲 都是儿童歌舞剧 或者是儿童歌舞表演唱 这不是流行歌曲 那么在1927年呢 他就尝试性的 就是说写了一些歌曲 那个时候 他呢就是说 自己命名为爱情歌曲 西方的浪漫和东方的传统 在这个城市里交融 而这也给了李锦辉 极大的想象力 《毛毛雨》 是他的第一首爱情歌曲 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应该说是灵感触法 因为这个里面又结合一些 地方的那些民间小调 尤其是那个 因为他是湖南人嘛 就是这个毛毛雨 这个里面的那些旋律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那个 湖南味 就好像现在的湖南菜 就是说 变了上海湖南菜 不同于以往的 弄烫小调和京剧 毛毛雨给了爱追潮流的 上海人一个惊奇 他们很快就爱上了 这样的歌曲 也爱上了他的演唱者 李锦辉的女儿 李锦辉 不久 李锦辉就成了 歌影双齐明星 红遍上海滩的偶像 几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一次聚会中 遇见了九十多岁的 李锦辉女士 时间无法保留昨日的容颜 却流出了昨日的记忆 那个样子还记得呢 爱心 只有一天 怎没有黎明 只有一天 怎没有黎明 我喜欢他 他写的歌 很容易唱 在聚会中 收藏家吴光业先生 特意带了几张老人年轻式的唱片 四十首歌 是吗 对 我有一个目录 幻灌那么多 对啊 幻灌旧水 出见一人的天液 最长逗迹 如果不是这些保存很好的唱片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 那些早期流行歌曲的模样 而对于当时的上海人来说 听歌也就是听唱 唱片 那么到二十一代左右呢 就是上海呢 就集了两个人家 一家就是八戴公司 一家就是大中国唱片上 根本最早呢 还是规之西区唱片为止 那么随着您的生活品位吧 当然啊 所以又流行了 中国已经流行了流行股权 上海人比较时髦 跳舞了 根本来那么你 你开听的相当多啊 舞厅是个奥里奖 这种开听相当多 基本上达到八博文房 根本就去买这种笋喇叭 根本能放些舞权 对吧 根本可以搞爬的 根本就可以跳跳舞了什么 听听歌 根本比较有动力 应该消费 唱片 唱片记载了那个年代的清歌漫娱 而百戴公司则是孕育那些老唱片的摇篮 走进百戴公司的旧址 我们看见的是一座完整而沧桑的老楼 尽管相隔了有半个多世纪 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过去的辉煌 风顺着木质的扶梯盘旋而上 阳光大大方方地挥洒下来 遥想当年 多少明星 多少作曲家 就是从这里走出去 走出了大红大紫的人生 至今仍然在很多人口中传唱的那首《夜来香》 当时就是在这栋大楼里惯制的 夜来香的作曲者 就是李锦辉的弟弟李锦光 《夜来香》 李锦光下来却有一滴 没容易上课 那天亮比好像是感觉哭也哼了 所以一当初认光 整个人都在这家 李锦光在三四十年代 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写作了大量的流行歌曲 成名作除了那首《夜来香》之外 还有至今仍耳熟能详的《香格里拉彩槟榔》等等 这些凝结了岁月印痕的时代兴趣 在不经意中成为了传世之作 不仅让后辈们代代相传 在当时也让李锦光得到了不少的稿费 农家是做一种稿费 农家在要稿费 农家在训练 农家在要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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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家在叫仿费 农家在这个消息 农家在农家找不到稿费 农家在都什么时候 说不得了稿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张唱片只能放两首歌 一个收音机却可以每天都能放新歌 唱片既怕磨损又费钱 于是听电台里的流行歌曲 也成为了一种流行 这个人关在这个地址没有 所以这个收音机 多个这个档枪的这个太多 我这有种地址地址 比较多小地址没有 多地址那么这收音机把这组绿 那样子 也找来购重啊 这个人关就是底地的呢 就是能听收音机啊 比听长比发比 当时的上海大大小小的电台有几十家 人们不仅可以听歌还可以点歌 不过新潮的年轻人 不再满足于在家看歌本 他们中的一些人 开始到电台里客串 做个业余歌手 这情景多少有些 现代卡拉OK的味道 我个人关出去唱歌呢 不是想像是正义的那种 是年轻人大概都不想象的 当然关是非得的 我到地址了 我还是会识 我能够地址离开 我已经没高兴了 我也不是在动的 想法呢 地址日要抹上车的 那么请得来帮忙 您的抽摩飞日我车的 还是会识 这是一幅当年的漫画 反映了人们去电台 唱歌的情景 而很多人正是这样 成为歌星的 姚丽就是当时 比较著名的一位 她和哥哥姚敏的兄妹档 吸引了很多的歌迷 成了电台的王牌栏目 《玫瑰玫瑰我爱你》 是姚丽演唱的一首 经典老歌 正是凭着这首歌 作曲者陈歌新 成为了当时 著名的音乐人之一 因为我父亲呢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 私人型的一个作曲家 他的祖父是个印度人 他的祖母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他本身的基因里面 就是中西结合的 所以他写了很多爱情的歌 特别是像《玫瑰玫瑰我爱你》 这是中国第一首 在这个英语世界中流传的 而且竟然被视为 这个英美的经典歌曲 《玫瑰玫瑰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台像一个巨大的舞台 而流行歌曲也越来越平民化 不过歌迷的要求 却不像最初时那样简单 大多数人不仅希望听歌 更希望能够经常亲眼看到自己的偶像 套用于基于现在的话说 就是来一次面对面的亲密接触 因为地铁人不能进去 那么弄在地铁人一天弄唱歌 但是一时钟没想到弄是哪里一个人 电影制造了新一代的偶像 周璇这个当年在李锦辉创办的明月歌舞社里 不起眼的小姑娘 此时已经成了最红的歌星 上海是个梦想的城市 也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城市 周璇神奇般的走红 也让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 在她的歌声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明星梦 周璇唱的功能也没有给人 声音也好 所以叫一进上子 就是刚一进 没进场 因为一份是大声的唱 进上子是大家也叫一进上子 小编周璇他在京都大学院 搞独唱音乐会三千块一张门票 一下子就抢完了 他唱了就是唱三部曲 主要那是电影插曲 伴着一一压压压的音乐 听着半个世纪前的歌声 我们也只能在一张张老照片中 寻找明星们往日的灿烂笑容 正如歌声中所唱的那样 天涯海角密之音 此时此刻 就让我们充当一回他们的之音 也让更多的之音 在他们的歌声中 赶快往事吧 到如今这般美丽的尸体 到如今这般美丽的尸体 一片錐 只唱了一片錐 有些音樂 有些歌曲 就像唱針在唱片上 輕輕地滑過 過去了 也就過去了 而有些音樂 有些歌曲 卻在很多人的心裡 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人們愛聽這些老歌 也許是因為這些音樂和歌曲 被人們賦予了 各自的情懷和感慨吧 我是周亮亮 每個星期的這個晚上 這個時刻 讓我們相聚在時髦外婆 一起回味和領略那些 漸漸離我們遠去的滄桑和風情 讓我們下周再見 再見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看電影在上海也是一件時髦的事情 下周的時髦外婆 我們將為您講述當時上海人 看電影的故事 到最後一件事 我們將會接觸到 有些人的故事 我們可以接觸到 在上海裡 我們會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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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接觸到